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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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事实上我认为现在悲安的部分呢 是人为的因素远比结构的因素来更危险 到处都有恐怖组织 到处都可能会有恐怖事件的发生 那所以今天这个条文的修正呢 主要是在硬体结构的部分 但是我还是要就软体的结构 更是要询问 但是这个也因为这么多的事故 特别是人为的事故呢 所以我们悲安现在所有的检查呢 越来越严格 严格到让人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说叫你脱鞋子 脱袜子 脱大衣 不知道才要再脱 好像猜拳一样 越脱越多 不知道脱到什么地步了 那甚至现在还有通过的时候 你像透明人一样 好啦 那好啦 因为这样而 这个最近的这个美国的新闻 呈现了就是 诶 结果搞到最后 非安没有什么抓到什么 非安事故的嫌犯 反而抓到了很多贩毒啊 吸毒啊 攜带毒品跟吸食毒品的这个 这个人啊 好啦 这又有一点 本末导致又有点奇怪了 到底装这仪器是要抓气毒呢 是要气毒还是要 还是要防止非安的 那我想要先请问 这个我们有多少这样的设备 啊 谢谢 叶委员的 这个讯问 我想 首先我要说明 我对于这个过机场啊 那么检查也是觉得很多了 但是 根据我们 辉航安全委员会的职长来讲啊 我们是 辉航事故 这事故发生之后才调查的 那 刚才 叶文问的是民航局的事情 民航局啦 那个 市长 我所以说嘛 我说我要 杭政司也来 就是这样 那只好你来啦 不然副局长也一起来 我们现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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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司啊 我觉得你真的是18班武艺 所有交通部的什么都要问你 我都觉得有点问题 快点啊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好不好 那个 那个 我想我们那个 我们有几套这样子 透明人通过的X光 没有 透明人设备 我们没有 目前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透明人设备 我们只有逼逼逼 好 那你们有没有准备要买那个 应该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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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市长你说了算吗 目前没有 对 以后呢 以后我想这个就是 我现在不能肯定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呢 呃 我们必须要配合 那个国际 那目前我们的非安的检查到什么地步 我在台湾脱过鞋子 对 这个是有的 还有呢 这个是不是 目前到什么地步 呃 我不好意思跟委员说一个报告 事实上呢 严格来说这一部分的业务呢 是属于航警局的 内政部 但是呢 我还是请我 我问一下民航局 今天没有航警局的 我没有办法 跟委员报告 那个 他是只有美国线 当美国有一些特殊的 比如说 呃 某一个时 某一个季节 某一个日子 发出有特殊的嫌疑 可能造成非安的 隐忧的时候 他都会 发通告给全世界 那我们也一样 会收到这个通告的时候 那么 就会马上交代航警局 移民署 他们这边案件的时候 会跟美国同步的实施 他等这个事件 一般差不多 一个礼拜 或者几天过去之后 他们那边会再通告回来说 这个 这个最高警戒 已经消失了 然后就回来 好 我再来请主委 主委 主委 是 在你们事后的调查里面 呃 你们只有就 就 机械的部分 硬体的部分 做调查吗 还是你们的调查案件 也包括我们刚所谓的人为的因素 呃 报告 如果 岳委员 我们调查的是包含了 硬体 软体 软体部分 包含了这个管理 操作 是不是适当 是不是依照 这个标准作业程序去做天气 有没有什么问题 都在调查里面 报告里面 都有民数 也就是不包括人为的特别的破坏的因素 是不是 呃 这个如果是 恐怖 呃 行动 如果那个事故是因为恐怖的分子所造成的 我们也会在报告中 呃 把它指出来 但是你只是就事后嘛 所以你们这些事后 他他的破坏造成的伤害这部分而已嘛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呃 呃 我觉得今天这个法 呃 并没有那么重要的因素所在了 就是说 第一你们已经是事后 第二这个事后的这个 呃 调查里面呢 就是只有救机械的部分 你们还是没有办法救这个 呃 人为因素 现在最最让人忧虑的 也是最最迫切需要有 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 来做这个法律上的规范 对不对 是是 呃 这个报告呃 呃 我们是事后发生之后 把所有软硬体有可能发生的因子都找出来以后 给呃 我们再来说 这个上次 我们这里出的去上厕所 所以忘记开跑道的灯好 这种事你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再发生吗 这个像上次那种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 好那 那 你们可以保证不会再发生吗 呃 这一次上厕所也许下次去开冰箱 是是 这下一次要去 呃 应该这样的 关键灯 报告委员应该这样来看这个是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系统 没有一个系统呢 可以百分之百保证的 人为的疏失呢 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呢 我们在设计系统的时候呢 就是要怎么样发生人为疏失的时候呢 也不至于 市长 银行机还有信息吗 这次上厕所下次开冰箱 再下次接电话 不是委员 以后还有什么千奇百万 我的意思不是说 这样子就不会有信心 而是说我们要去设想呢 万一有人为疏失的时候呢 也不会造成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呢 怎么样有一些重复的设计呢 让那个即使有人为疏失 也不会发生危机 好很好 那你什么样的设计 好 那这个我们 请我们那个林副局长来说明 像刚刚以那个 上厕所这个为例 上厕所 听电话 开冰箱 呃 跟委员报告 这个确实是 有这种 人为疏失的 那个百万五分之一的机会 但是这个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们内部均购系统上的一个检讨 我们有一个 说这个设施 几乎是OK 就是说 因为飞机 它要进入 机场管制带 就是进入那个 机场管制带 那个十哈里以内 之前 它会由那个 低高空的 进场管制带 交管给塔台 那交管塔台说 它雷达的那个 信号会交给 那个用 用无线电的 那个语音的通信 会进来 它进来那个管制 也会拿起话筒 拿起话筒 以前拿起话筒的时候 它顺便就要开 那个开关 那现在我们做一个 联系的时候说 当那个信号会进来的时候 它拿起话筒 它自动就会显示 一个显示板 这显示板就会 告诉这个管制人说 请你确认 跑道灯 是否开启 我们现在已经在设计 这个系统 他怎么看得到 他去上厕所啊 上厕所 是那个一个人 但是还有一个人 接这个电话 一个人 就是两个人在值班 是因为他刚好上厕所 他接电话起来 他一边接电话说 他这个 他没有以飞机的管制委优先 他接电 没有一边接电话 一边开电灯 好 那你要以后就是要 接到电话的人 要同时开电灯 你只有就 就这个 CAS 来做因应 你还是没有 没有就通案 我跟委员报 是他 他接起来之后 即使他跑到那边关 那个前面 那个那个 那个LED显示灯 一直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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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告诉他你没有开 好嘛 那这我刚刚的问题是说 你这样也只有 就跑到灯打开的这个个案 没有开 要让他以后 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跑到灯一定打开的这个 这个规范而已好 就算你这个规范以后 就万无一失 但是人为的疏失 不是只有开跑到灯一样 人为的因素 你只有两个人 如果这个人 这一次是这样子 一个去上厕所 一个接了 接这个电话 忘了开灯 下次就是 一个去上厕所 另外一个开灯了 但是又忘了什么了 因为这是不可能 除了跑到以外的 他指板排席位 本来就是这样子 不可能 好啦 我还是要 好 我最后 最后一个我只要一个 还是一样 我要你们的 dayline 时间 好 就算只有这个跑到灯 这个case 你要订定一个 一个办法来 什么时候订定出来 我们一个月之内 我们一个月之内 会把我们系统的规划的设计的改善来 连同报告会写出来 然后一个月写出来 还是就开始 就解决了 好一个月以后就开始执行了 对 好 谢谢 谢谢啊 接着请